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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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觉得眼睛这件事不是我们人类自己独有的特征 似乎是这种有感光能力的器官 是在生命世界里面非常广泛的现象 而且我们也很肯定它有生存优势 看到东西和看不到东西可以生存机率差很远 有眼睛你都看不到东西 所以最后就是视力也不需要那么好视力 然后它有其他的生存优势令它可以生存 于是它不需要视力也可以生存 演化的过程很奇妙 所以我们去找生物学层面甚至基因层面 尝试找生物如何感知外来世界光的故事 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科学问题 但是现在去讲的时候 比如说用人类作为一个重点研究还是 我们会研究所有生物 为什么会出现视觉 因为又这样讲 当我们看到有视力 这件事是一个这么广泛生命现象的时候 我们无需局限自己在人类的视力起源 当然人类的视力很有趣 就是它会特意适应到 特意看到我们现在这些可见光 我们现在的可见光是什么呢? 就是那种红橙黄绿蓝电子彩虹七色光 紫色以外的紫外光 红色以外的红外光我们就看不到 而这些光呢 你看回地球的大气层 在光谱的透光分布 你就会发觉 的确我们的大气层 对于那些红外光和紫外光的透射能力 是差一点的 零零射射中间有个位置 就是那个红橙黄绿蓝电子的七种颜色 就特别容易穿过大气层 所以我们的眼睛 为什么看到这七种颜色 根本上是由地球的环境决定的 我们的地球大气环境有这七色的光 于是在地球这个环境演化出来的生物 如果它的视角是能够对这七种颜色最敏感的话 那它的生存优势就是最大 所以这个就是理解到 为什么我们人眼会看到这些颜色的光 好了 你又会问 其他的动物通常就不是看这些颜色的 牛是看不到红色的 但是可能它在一个光谱里面 又会看到一些你看不到的颜色的光 那它们看出来的东西的颜色分布 是完全不同的 你如果看昆虫也是 它可能会有些人看多些 整个光谱较阔一点 那这个也是完全是 由生物自己的演化需要 有些比如需要夜行的 夜晚出来的 那如果它对于那个红外光的能力高些 它的生存优势就会大些 那人类似乎就 应该不要说人类 加上这些灵长类的动物 那似乎它就不是太需要 有那种夜间出来搵食的那种能力 那其实你说如果有也好 其实我们现在打仗也希望有夜市镜 但是总之在那个演化故事里面 它们就没有什么 看其他光谱看得太远的能力 那总体来说 我们的生物 无论你是不是暴雨类 是不是灵长类 什么类都好 你那种有一个感光器官 这件事是怎么来的呢 那其实现在就是由哪里去想呢 就不需要只是由人类去想 就基本上由整个基因徒报 去问回这件事 就是看回这种感光细胞 在这个生命演化里面 是怎么进入这些生物那里 那因为你如果回到一个演化故事 其实我一会科学会议老康也会说类似的东西 那那个演化故事里面就是说 最初最简单结构的生命 单细胞的东西 那对于单细胞的东西 它没有眼睛 它甚至乎没有感光细胞 最初代的生命体 就是你不会预期阿米巴猿虫有对眼看着你 然后懂得避开你 那它是纯粹透过用自己的方法 盲中中去触摸这个世界 然后就是 它会感知一下哪里的营养 那个梯度高一点 就是如果我向哪个方向走 我会得到那个营养的浓度 那个上升度越来越高的话 那我的相报会越来越大 于是乎你会发觉 很多这些简单的生命 它很多时候有一个能力就是说 倾向往那个 营养物度增长最高的地方那里迈进 是的 那甚至乎它这个移动的能力 都不小心是由这里这样演进出来 那大家就会问 由完全盲眼的简单生物 到第一代有感光能力的生物 还有这件事最后是怎样 会是进入了整个生物界里面 那故事是怎样的呢 那现在就似乎是有基因的层面去找答案 那是不是说它是由一个 慢慢演化 逐步去变成复杂系统的一个过程 那一定是向这个方向想的 但是细节会是怎样的呢 我记得我们以前都花过几次节目去讲一个故事 就是说 人类那个的生存代謝系统是怎样发展出来的呢 是不是说一定是有了那个生存代謝所有的器官 然后才开始去找周围的零件去烧呢 那原来不是的 我们发现如果把整个生存代謝的过程里面 很多小的步骤拆散 原来这些过程 原本是散落在大自然的很多不同的角落里面 刚好有个位置有个条件令他们拼凑出来 于是乎就有第一代 这些会做生存代謝的这些这样的物体 然后生存代謝这个过程 原来不是说需要一定有生命才有生存代謝的 是可以没有生命的时候 已经有生存代謝的这种过程出现 于是乎在有生命的时候 就将这些这样的生存代謝的过程 就是好像砌LEGO砌进去 就令到这件事可以去消化食物 这样的样子 甚至乎你说如果说 人的不是人 生命里面那些细胞里面的粒线体 Metrochondria 它原先都是另外一个独立生命个体 但是这个粒线体 它就成为了这个细胞的发电厂 有发电能力的这种生命体 老早就存在的 然后很多原始的生命体 它没有自己的发电厂 但是两者的结合 就成为了一个 努不可破相得益章的结果 甚至乎在我们今天人体的细胞里面 我们会找到 我们人体细胞里面有粒线体 的DNA的存在 这个就成为了人类考古一个很重要的 甚至乎任何生命考古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细胞 那么从这里去启示我们就会知道 其实很多这些功能 最后包括是视力的功能 很可能原先老早就存在了在其他的 环境 甚至乎其他的生命那里 那么你说如果要追溯到 视力的最早 就是最重要的部分 你如果找个眼球的结构来看 有红膜 有瞳孔 有晶体 等等等等 其实最重要是那块视网膜上面 和后面那堆视神经 视网膜最重要的一件事 它就是能够感光 它能够接触光子之后 把光子的讯号变成神经元的讯号去做进一步的处理 那就是说呢 最开始的这些视网膜细胞那些 就是那些retina 那些retina上面那些细胞 就是这个人类视力 就是任何生命视力的最基础最基础的那个元件来的 那么现在发觉很有趣的就是说 我们去尝试找回在这个生命 就是这个世界万物里面 很多那些细胞那里 我们都找到一些很简单的细胞生命 它们上面是有 有这些 对光有反应的 的 的条件在那里 那么我们就现在就似乎 由那个DNA分析那里去找到一件事 原来所谓叫做感光和视力 就是在动物世界那些感光和视力的这件事 是由后天那里 在某一个演化阶段 是在一些细胞那里 拿回来的一个能力 就是这个 就是原本刚好有一个 就是有一个我们可能追到很多代之前的祖先 一些比较简单的生命体 似乎都是由细胞的level 它没有感光能力 它似乎是由其他有感光能力的一些细菌那里 是去拿了这个感光能力回来 就好像我们去拿了那个metylchondria 那个粒线体发电厂这个能力回来一样 于是乎我们之后就 就是两种生命 形成了一个单一的生命 于是乎我们就多了一个器官 其实就是这样去来的 那么现在这件事呢 就是整个那个基因分析过程 就是 就是会很满 就是如果要很仔细说就很满 但是他们那个故事基本上就是说 现在似乎呢 就是我们会认为 这些动物的势力呢 基本上是在演化过程里面 由其他的生命树上面 其他的不同的生命那里拿回来的 就是有一个这样的学说去说出来的 嗯 至于那个具体 怎会拿到这个呢 就是我们都不需要去长家的表出 因为可能是比较技术性一点的 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但是我们都在这一节上想讨论一下 就是你有没有试过坐飞机的脚被 被避完之后 你害怕少少少上不了头的那些血 害怕 尤其是挺有趣的 因为他在2000年之前坐飞机呢 是特别逼的嘛 就是应该时间大约就在2000年左右 就开始呢 有人去真的有些官司去告 就说呢 应该那个人是不是去告哪个 告英航呢 就说他的那个位置太窄 窄到那个地步 就让他屈住着脚 那些血瓶了 然后就让他触发了心脏病 那后来 应该这么说 后来那个官司胜素了 应该就是 如果不是就不会有后来的后续 但是我中间最重要的过程 就是说呢 我们去 由那个医学层面 很科学地认证到呢 这一个 就是 经济客机位 那么窄呢 就是会导致一个人 会触发 有血凝结 触发心脏病 血管三失的其中一个原因 嗯 那一失了呢 就很大问题啦 我们俗语讲中风呢 其实都是这样的原因 有时候你未必知道的 他停在那裡 他去到哪个位置 你就会爆 那就令到你的血管 就会损害 嗯 但是呢 我们有一个自然界的现象 我们又和这个很矛盾 就是 有些动物冬眠的 是啊 不只熊 蛇都冬眠的 是啊 不过好像不同的 蛇就冷血 熊 好像是 凡因冬眠的 都是冷血的 这么说 他温血动物就是温血的 但是他那个新层代謝率 就继续很低 他可能在一个比较不同的温度之下行温 嗯 但是如果你冬眠的话 那些血就会全部瘋了 变成固体 是啊 你冬眠就应该不动了 不动 你基本上把自己冬在一个空间里 还有你冬眠的都是屈一块 缩一块 那有些位置就屈住了 但是怎么可以继续令自己的肉质保持新鲜呢 其实这个是很... 就是你会发觉呢 原来就由这些冬眠的现象 可以联想到就是说 人类有没有办法去克服这些这样的 就是屈得太久 血管山塞的问题呢 可不可以由这些会冬眠的动物找到答案呢 那这个也是不是可以从基因的层面去理解呢 那这样呢 首先由生化层面去理解先 其实就一定要问 对于这些会冬眠的动物 它有什么本事这么厉害呢 里面有些什么事情发生了 那首先就发觉 咦 它们的血不是那么容易瘋的 它们是有一个能力呢 令它保持着里面的血呢 不会是瘋了 动不了 你瘋了的时候呢 你动不回你就死了 是不是 很简单 但是瘋血它有一个进化的理由 就是当你那个受伤的时候 你可以止血 是的 所以呢对于这些会冬眠的动物呢 它最厉害的就是什么呢 它喜欢瘋血就瘋血 接着呢 冬眠的时候我不需要怎么瘋血 是的 冬眠的时候我假设我很安全 不会有东西伤到我 接着就不要那么瘋血 直到我起床好的时候呢 我才重启回那个 就是自我保护那种 疗伤的机制 就会瘋血 这样 所以呢就去到 透过研究这些红引 我不知道会不会 其实研究有些蛇都有 但是你说如果研究红引 的好处就是 它都是温血的动物 那一些和我们应该比较近的 由这些动物身上 会不会有些独特的生化现象 发生了 然后就帮我们去理解到 为什么 怎样可以 不会那么容易瘋血呢 就是冬了这么久 那样 那现在似乎有个 有个初步的答案 那这个研究呢 应该就是由 这个明尼苏达大学 那个明尼亚波尼斯分校 这个学校都挺出名的 那他就有研究小组 他由那个 红引他的血液里面 和他应该去找他身体里面的一种 找到一个答案 就是一个蛋白质那里 就是蛋白质的名字 就是说了一个代号出来 大家听听就算了 就叫做 HSP-47 所以他简称就是HSP-47 通常这种蛋白 就是在细胞里面 就会帮手形成了一些 那些软骨 和一些骨质的组织 那另外呢 在那个血小板里面都有的 那所以你 如果这些这样的 血小板上面的 这种这样的 47号蛋白 是连结到一些骨胶原的话呢 那于是乎呢 它们就会 就是好像胶水那样黏在一起了 那所以你会发觉呢 这种这样的蛋白本身呢 就其中扮演了那种 凌血的胶水里面 其中一个角色的作用 那找到这样东西就怎样呢 那当然就是说 找去发觉呢 就是这个红人本身 他自己有一个的能力 去控制这样东西 可况我收的 那最后就是说 如果你能够令到身体 少一些这些东西 那照计就没有瘫瘫瘫瘫的容易 那但是我们怎样 就是有人去找到出来 但是怎样我们确认到 是这样东西作怪呢 因为其实说的 就说了出来就是说 叫做HSP-47 但是里面都不知道 多少个蛋白 你只看名字 现在编号 编号到47 你怎么知道会不会有个47.5 应该有很多个数字 因为身体上面 蛋白质是由这些 氨基酸 那种复合结构出来 你研究蛋白质 是说要用到那种 人工智能学习技术 去很复杂的东西 就是一个蛋白质 可以有多少个形态 多少个种类 长长短短的接近 资讯量很大 所以你这次能够确认到 是这种蛋白质 那我会觉得是很不简单的工作 那种中间一定经历了很多抽丝剝碱 而当你有几个 比如说你有几个 你是怀疑 是起作用的蛋白质 那你一定要设计一些实验 来分别出来 那所以呢 他们这个研究小组 他们就尝试找回老鼠来做实验 就是也都在老鼠身上测试 究竟这些同样是温血的动物 那如果我又是去改去 这种47号蛋白的水平的时候 究竟会令到瓊血行为 会是怎样变了呢 那的确就合乎我们的预期 似乎是无论在老鼠身上 或是在会冬眠的那些熊人身上 我们都会发觉就是说 这种这样的47号蛋白 就应该会是一个 控制着它那个凝血能力的 一个很重要的蛋白质 如果我们能够改掉它的话 基本上就可以将那个血的凝固能力 就是去改变 那这样 就是这件事你会想到 会直接导致了 下一代的那种 那种 那种 怎样令到人 薄血 就是不要那么容易瓊血 那种这样的疗法呢 那我想有一个很大的进展在那裡 好了 那我们就 今天细节完成了 我们接下来就是这个科学回忆 而我们在YouTube频道上的每一支节目 都要麻烦大家记得 按赞、分享、留言和按钟仔 感谢大家一直支持梁锦祥工作室节目 请不吝点赞,订阅,订阅,订阅 订阅,订阅,订阅 订阅,订阅